对 今年8月我生日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小孩 那因为是女儿 她很疼爱女儿 那她就觉得说 刚好女儿出生了 然后也满一岁 快满一岁 我们就出国大家全家出去 生日趴好棒喔 竞生 老婆的生日趴 那她就说去冲绳 我心里想说冲绳不错 好 那大家知道 8月是暑假 是旺季 所以其实饭店的费用都非常高 那其实刚才讲 因为她有给我一笔 所谓的家用金嘛 那都是我在管的 在定的 后来就到出发的前一两天 她就问说 那我们旅馆定一晚多少这样子 我说我找 因为我其实也不是 真的很爱乱花钱 那暑假忘记 就大概是七八千块这样子 差不多啦 也没有到非常高级 她就说七八千块 也太贵了吧 冲绳不是很便宜吗 她就这样讲 我那时候脸就沉下来 我说那你自己去找 好 结果她就自己 真的上网去搜寻 搜寻她说 你看这个三四千块而已 三四千 我一看三四千 八月三四千 大家可以想到什么 就两个床板并起来 就是青年旅馆 我们是 就是我是律师 她是公司的老板 我们还有一个小朋友 然后她就说 她要去住那个地方 我那时候我就火大了 我就说那我不去了 你自己去 你们以前交往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吗 其实因为我们是一路苦过来的 对 所以钱是可以的 所以其实她不太习惯花大的钱 了解 像以前我们也没有轿车 我们都 我都是坐她的摩托车上下班的 对 但她现在赚这么多了 她没有一点点改变嘛 观念很难转 就是被我逼着 看我花钱的那个扣塔 她才慢慢把自己的扣塔 慢慢变大这样子 那个小孩你庆生趴 你又不是背包客体验之旅 她觉得这样子 后来有去吗 后来有去啊 后来当然是因为 对 住我定的 否则我一定不去啊 我干嘛去 你生日 对啊 是我生日 对 所以她赚钱赚多了之后 听说很多个性改变 你们两个在家世的分工上也有争执 对 因为其实 平常是谁做的 平常其实 应该是说婚前 那时候她其实就有要求我要做家事 那我那时候就跟她讲 哎 先生 我没有嫁到你们家 我是别人的女儿耶 我干嘛来你们家做家事 她就心里就说好吧 好像也很合理 对不对 那她就先捡起来做 那比方说比较粗重的火啦 可能是倒垃圾啊 青猫砂啊 或是搬一些种的东西 但是我也会做菜啊 或者是说 就是洗衣服这样子 比较轻的 劳务的 我也会分担 但是结婚了以后 又多了一个小孩 他就会觉得说 大多的家事你应该要做 对 然后他的理由就说 你那时候不是说 因为我们还没结婚 所以你可以不用做 现在结婚了 你可以做了吧 那我心里 那么多人不想结婚 我心里有想说 先生 我不是长大来你们家做家事的 而且因为我律师的工作 也真的非常忙 再加上有生小孩就知道 多了一个小孩 那个家务会多了 非常的多 我那时候生小孩 除了要喂奶 要挤奶 其实光那些什么挤奶器啊 然后订那些时间 其实非常的麻烦 那我们没有请庸人 我们有请 就是后来有请一个 日间的保姆这样而已 但是大多时间都还是要 我们就是自己要分担 那我就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一个男人 你不能想到这些 我们女生怀孕生小孩 初期会要多很多一些 杂碎的事情 但是你还一直在要求我 就是家庭要分担 平均分担 而且听说他还 因为你不做家事 打电话给你妈妈告状 对 就是视讯啊 视讯打电话 请你们这十二年 个性有开始像 她也很坚持 对 她很坚持 因为她觉得劝不动我了 她就打电话给我妈妈 那我妈妈当时 因为我妈妈是 那种传体的家庭主妇 她就会觉得说 作家是女生应该的 基本的 对 所以我妈那时候 一接到电话 然后一听到这 她就说 她就直接跟我讲 她说 你这屏大要死吗 我就直接讲这句 妈妈讲 对 妈妈骂 好真哦 对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 屏大要死吗 对 我个性又叛逆 我就觉得说 这不是懒惰不懒惰的问题了 这个就是 我真的不愿意做 而且我也不擅长做家事 而且你从婚前 其实就知道 你为什么婚后还要要求 硬要我做这件事 那这件事其实 我们真的会 你的一小时很值钱 跟律师谈话很晚 他觉得你是法律技术师 所以不值钱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我要跟你在那边 还为了家事在那边吵 我平常工作已经够烦了 还要为你 跟你这个家事在那边吵 所以我们为了这件事 曾经有吵到要离婚 这么严重 对 但是后来是 有找这个家庭的那种 家事服务员来家里帮忙 一个礼拜两次这样子 就有比较改善 问一下HL 男生常会用那种 传统的观念来束缚 想说 女生就应该要做家事 这是什么样的心态 没有 我觉得在台湾或东方人来讲 通常是家庭原生家庭的观念 带给他的影响 那会不会是因为他以前觉得老婆真的是 把他压下去太久了 他算是一种反扑 我觉得多少是 但我觉得应该还是 是他从小看到家里面的爸妈长大的时候 家里面的爸妈是怎么样的相处模式 会影响这个小朋友 他之后会觉得 但是我婆婆也没在做家事啊 真的哦 所以这也是我的理由 我说妈也没在做家事 你干嘛要求我做家事 那可能就是你可能带给他 非常大的心理上应语 之类的 他现在在应语期就对了 对 我觉得他可能是真的想要站起来反击 不然你说长期先十二年过来 中间你们都没有发生类似的事嘛 他觉得他现在实力够了 他应该有话语权的 所以他就借着这个想要 应该还是跟收入提升有一些关系 他会觉得我现在收入提升 我的时间变得比较值钱了 以前我还可以把我的时间拿去做家事 因为你的时间比较值钱嘛 那现在我的时间比较值钱 那那个天秤是不是要稍微歪过来 他可能是这样子的 有一点这样的心态 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男生不做家事 单纯就是懒而已啦 不然什么传统观念啊 什么对方 其实就是懒 讲白一点就是懒 你过去也是有家 也是要做事啊 那现在为什么都突然不做 对 没有道理 所以我觉得婚姻困难的改变是 因为环境在变 人也在变 你们十五年了 应该很了解彼此 你看他现在变成这样 听说他现在甚至叫你辞掉工作 技术式的工作 回家专心带小孩 对 这跟你刚刚描述的 大学的他完全不同 完全不一样 因为之前 因为他开公司 其实他也是创业维艰 那时候我是一路帮着他 他那时候还被告干嘛 也是我去帮他出庭 然后找员工 员工又搞得乱七八糟 也是我帮他处理 可是现在公司慢慢稳了以后 他就是像刚才前辈讲的 就是他的话语权真的比较高 而且他会觉得说 反正一切交给我就好了 你就是回家好好带小孩 而且因为他 我们生的是女儿 他特别爱女儿 那他就会觉得说 要给女儿最好的 所以他就说 我给你一年的时间 你如果搞不出什么名堂的话 你就回家带小孩这样